你看看牛舌 它牛舌很好吃 很juicy 它三層肉也很不錯 我覺得有那種疫苗 來到韓國的感覺 豬五花在烤盤上滋滋作響 豐富的油脂 焦脆軟嫩的口感 光是用看的 就讓人口水直流 還有這撒上蔥花的牛舌 一上烤盤就跳起舞來 透著肉汁 讓人等不及要一口吃下 因為它的牛舌 是用著那個蔥去包覆 跟一般其他的牛舌 比起來比較入味這樣 為了滿足對肉的堅持 熱愛燒肉的老闆 乾脆自己開店 只用現切原肉 不禁醃漬 直接燒烤 想吃原汁原味 或沾醬變換口味 都隨客人喜好 其實我們的肉種有蠻多的 就除了有牛肉 豬肉 海鮮類 那我們牛肉的話 通常我們會有牛五花 牛五花有兩種 一般牛五花跟那種 我們所謂的特級牛五花 那我們的頂級牛五花呢 它其實是用牛小排切下來的 會感覺上是比較好吃 那豬肉的部分的話 有豬五花 那豬里雞 那比較特殊的話 是我們的極黑豬 它的品種叫極黑豬 不是我們取的名字喔 它極黑豬美花 那這塊肉呢 是號稱豬肉界的Hermers 它是唯一可以吃這個八分熟的豬肉 但是當然我們還是會 幫客人烤到全熟 那我們來這邊的話呢 主要就是說 讓客人體驗那個烤肉的感覺 像我們之所以會開這個店 是本身自己很喜歡吃燒肉 那我們可能 瘋狂到從北到南都一直 那後來才發現說 喔 因為有些燒肉店為什麼便宜 有些燒肉店為什麼貴 但它取向不一樣 還有就是說它選擇的肉質 都不一樣 當然像我們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我們 不管是在牛小排啦 或是我們豬肉上面啦 那都是整塊 那當然如果用煮河肉 它比較快 而且價格比較低 可是吃起來就是 口味就沒那麼好 所以我們就比較堅持在 我們的肉類的方面 然後我們這個烤盤 也是從韓國空運過來的 它的特點是它比較不沾 而且它油鹽比較低 然後烤起來比較健康 比較不會是用碳火冰火 因為碳火冰火比較容易 雞碳吃起來不是那麼健康 用這個烤盤烤出來肉特別香 而且吃起來比較健康 非常放心 然後泡泡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翻過來了 牛肉要幾分熟自己掌握 但豬肉要全熟 又不能老到底coco 桌邊服務就貼心上場 比方我們烤肉的話 要依據它肉種的不同 來決定這個火的火候大小 所以大部分的肉 我們會幫客人調整在中火 那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像比如說這一塊 它是五股牛小排 它就必須要用大火 那為什麼呢 因為大火的話 其實牛肉它不用吃到全熟 全熟的話它比較柴 那可能看客人喜歡吃五分熟 七分熟我們都可以幫它處理 那所以說用大火的話 很容易把牛肉烤成外焦里嫩 如果都用小火中火的話 會變成全熟了 所以我會建議說牛肉像這種牛小排 比較厚的話呢 就盡量用大火來去做烤 我們烤牛小排的時候 會比較長翻它麵 因為主要要外焦里嫩 可是烤豬五花的話 因為它是豬肉 我們必須要吃全熟 所以我們就會讓它受熱的時間 久一點 也讓它厚一點 可以把那個熱傳導過去 然後還有豬五花 它上面這一塊是比較有肥的部分 我們就會這樣去擠它 讓它豬油多出來一點 等一下吃的時候就會感覺到 這整塊肉都很脆 什麼肉要怎麼烤才會恰到好處 老闆懂烤也懂吃 當然食材也得用最好 即黑豬 櫻桃鴨 巨無霸干貝蟹膏 不怕客人挑嘴 就怕客人吃不到 我們海鮮的部分呢 其實非常精彩 除了有我們這個大隻的白蝦之外 我們還有這個非常大 每個來留言都說我們的干貝非常大 所以我們有非常大的干貝 那干貝上面也還會塗抹這個蟹膏 非常的飽滿 那建議各位呢 可以來我們這邊嘗我們的海鮮 耶誕節呢 大家都喜歡吃什麼 就是吃火雞 可是火雞肉其實它比較柴 不太適合拿來用烤 所以我們就用櫻桃鴨來代替 所以說呢 我們12月份就有推出 我們的櫻桃鴨聖誕大餐 那我們還特別就放了有干冰 讓大家可以除了拍照好看之外 因為乾冰它可以保鮮 就是讓這個櫻桃鴨肉 等於你在享用的時候 永遠都吃到最鮮人的品質 除了燒肉 店裡的下酒菜 薯條 三角骨 還有韓式料理也是一絕 辣炒年糕 海鮮煎餅 海鮮豆腐鍋 吃炒也吃飽 年糕的部分 它的辣味剛好是很足 然後是很入味 然後轉一盤就又有 又有再吃第二盤 它三角骨 它香蕉骨真的不錯 它三角骨是跟薯條一起上來的 然後真的很脆 然後真的很香這樣 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的烘廚也有推出很多的 這個韓式料理 就我們在店裡面 統稱叫秘製料理 就是秘密燒肉館製作的料理 那其實我們這個料理呢 非常特別就是 為什麼很多客人來會覺得好吃 是因為我們的廚師 都是我們從韓國請 真正的韓國人 韓國廚師過來教我們的 手把手 然後所有的比例都告訴我們 慢慢教會我們 所以我們出來的 韓式料理呢 是比較道地的 但是呢 我們口味上面 韓國師傅也有告訴我們說 我們需要 針對我們台灣人 在做一些口味上面的調整 比如說鹹蛋的部分 調整到我們台灣人喜歡吃 所以說它有這個 韓國料理的精神 也有我們台灣人的口味 老闆把店開在中山區 熱鬧的中條通 上班族聚餐 商務客交流 通通一網打盡 本身是從彰化過來 那是因為在網路上看到 有很多人在介紹 所以我就特別從彰化 和朋友一起過來聚餐 那這次吃完之後 我下次也會再 帶更多朋友過來吃 很不錯 氣氛很好 對 然後它的醬料也都用得不錯 像它有麻油 我也覺得蘸起來很好吃這樣 我們開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大家耳熟輪響 就是條通 我們這邊屬於中條通 那這個地方 大部分大家可能會誤以為說 都是日本人來 其實不然很多台灣的這個 我們的民眾都會過來這邊 那所以說我們會吸引到的 大部分就是像商務客 或者是說覺得說 我們這邊的擺盤很漂亮 來這邊特別拍照打卡的 網美網紅 他們都會過來 在台北市美食一級戰區 老闆用燒肉食材 與貼心服務做出市場區隔 辱獲韜客們的心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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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